大葱 大葱是给予老百姓的产品 不管是从生加工 还是说从老百姓的餐桌 这块大葱都是离不了大葱的 我是山东 大葱 介绍一下咱的这一款产品 首先发动机 我们配的是江苏常州的动力 32马力的发动机 再往前呢 就说这个机器的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开钩培土 下面这一个呢是试飞楼 试飞楼呢是电动试飞的 在那边有一个控制开关 从前到后全部使用液压升降 然后呢这就是油门 这是减压法 这是呢电锁开关 通过这一系列的 就可以启动发动机 后面呢这就是一个打药筒 这个机器操作很简单 就说不能说别的吧 就属于傻瓜机差不多吧 功能呢就是双行的开钩培土 施肥打药收获移栽这六大功能 开钩的时候呢前面同时可以施肥 后面就是培土 可以悬挂移栽机 后面可以移栽大葱 就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说双行呢 就是两套都聚在前面 然后呢我们是整个设计是铝带式的 包括现在的泥地也不限地 也不限车 所以说呢对说 对这个机器来说 它说比较方便 这些大葱呢就是我们 大葱全程管理机 从移栽到中期的培土产生的效果 现在的这个大葱呢是培了两遍土 按照正常来说还可以再加一遍 从半再高10公分 按照现在的这种状态说 咱们这个机器的培土效果 还是蛮可以的 打药呢 我们这个打药杆的宽度呢 是现在是10米 基本上就是说打药的范围就是8米 就是说往前走 或还是往回走 一个一个 它的幅度就是8米的幅度 它的施肥量呢 比如说看见我们前面有一个那个调节 是微量大小的 有一个调节法 哎 谭师傅 我刚体验了一下这个 大葱全程管理体机 它的操作确实比较简单的 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啊 你觉得这个 如果用这个机器来 收获这个大葱的话 大概一天能干多啊 摩 至少一台三四十摩 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 不管是我们山东还是陕西 只要是机器能定得去 就没有问题 所以说这一台机器吧 解决了把所有的活都能干完 把所有的劳动力都能解放出来 买了这个大葱全程管理机以后啊 就说 培土了 打药了 就说这六七十摩 我一天自己就能操作完 比以前雇人工的时候呢 说 也成本降下来了 效率也高了 对这种机器我还满意啊 一上功一上力一上钱真的好用 使用当中效果很好 效率也很高 我们这个机器呢 就是在从我们研发第一代到现在为止 已经经历了很漫长的过程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摸索 不断的改进当中 所以说我们要致力于 把我们这款产品做得更精更细 我的理想是 只要是中大葱的用户 只要说中到上百米上千米的用户 都用我们的机器 就是 就是 damit 我们是 所有课程